有說一隻269,若名,Miss崔想問一下 他85元有貨,他就說想混合 他就覺得長遠應該都不會太差 他就說現水平現在就買可不可以呢? 他已經有貨2000股 我自己就未必太建議混合 因為始終長遠差不差,看你怎樣定義 當然我認同他一定有錢賺或者有業務做的 因為始終行業需求是真的大的 甚至我也同意他一定會維持相對的增長 但問題就是所謂有錢賺有增長 是否等於前景好呢? 因為我想也要考慮股份本身的估值 因為如果你說以往大家覺得他的增長是超級快的 可能每次都六七成五六成或者整倍上升 當然能夠給到很高的估值 但現在所謂有錢賺也好 但如果假設的增速是慢到剩下可能兩三成 變相相對現在的股價來說都是算貴的 那就未必支撐到股價繼續向上升 所以前景是不是好呢? 這個是不能夠那麼簡單地這樣去說 我覺得很明顯地你看到近月或者近期不斷再壓股價下來 其實正正反映我自己剛才說的那件事 就是不是說他前景沒有錢賺 你看到很多大行的報告都覺得他的賺錢能力是強的 但問題就是他知不知有這麼高的估值 這個是有少許疑問的 因為從幾個角度 一來近期當然最大的關注點都是 中美那邊一些角力令到有個別的名單流出因素 令到他壓了下來 這個雖然他自己不斷呈現是牽涉 不是說他自己在一些所謂的復屬公司 自己公司的問題 但是沒有他究竟之後又有個審議名單 令到他也有些面對制裁個人的因素 不出奇 因為變相如果一旦有 其實對他的風險是大的 這個當然是沒得猜的 但因為為什麼風險大 因為本身北美燕武戰比是多 都經常不成 所以要解釋一旦中了這些因素 其實前景就更加審慎 而二來我想最大的問題就是 撇除這些政治、政策因素 你其實看到過去的所謂的刑期 雖然整年計算去年都翻了一倍 但是如果計算上下半年 其實下半年比上半年是倒退的 其實也都是已經有一點 是應驗剛才自己說的 增速開始慢下來 那變相你不斷慢下來的時間 那個估值其實不斷是要調的 因為始終若明、若明系 或者這些相關生物、內包的一些公司 其實整個行業 本身拿的平均估值是有一個日價 所以如果不斷調的話 其實這個也會有一些股價限的風險 所以我想如果你有貨 可以先拿著它 但是就不建議追求 而且始終 說真的,若明短期的股價 都由低位55元 彈回去近期60多 這些位其實彈幅都不是很少 所以能不能再衝得很急 始終上面阻力會大 一來是貨多 二來上面也有比較多一些下跌的跌口 阻力在 所以我寧願就一動不如一靜 我想舊了兩手 就是那個珠貨可以先拿著它 但是加身住真的未必太健康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兒 這樣擁有一個下跌的跌口 而是貨多的跌口 所以我們要去找到這個 然後是貨多的跌口 所以我們要去找個跌口